宛仪是陈国的王国公主 看起来要比陈淑宝强得很多 是大体 会做事 陈国投降之后 陈淑宝交给太子善待 而宛仪主动秦英在皇后身边伺候 陈淑宝的出现 加速了太子被废的进度 因为杨坚知道陈淑宝是如何把陈国败王的 太子跟陈淑宝臭味相投 也就意味着太子会成道复彻 宛仪带皇后非常细心 甚至比跟了皇后多年的丫鬟都要贴心 都说一碗米恩人 一斗米仇人 正是因为对皇后太好 魏池蓉看不下去 所以就挑拨皇后跟宛仪的关系 宛仪一开始是比较单纯善良的 单纯的觉得加罗是一个好人 甘愿为奴 可是在宫里时间长了 不得不为自己以后做打算 魏池蓉算计加罗的事情 宛仪看出不对劲 所以提醒了加罗 加罗是聪明一事 糊涂一时 这一生做过最错误的事情 就是听了魏池蓉的话 在加罗看到如意躺在阳间床上的时候 心如刀割啊 当他走出大殿之后 文姬就被杀了 魏池蓉也被抓了起来审问 审问的过程中 魏池蓉想要刺杀加罗 被婉仪一把拦下 这一举动让加罗对婉姨的信任度提升了不少 可是加罗糊涂了 越是长得漂亮的女人 越会骗人 处置完魏池蓉后 婉姨转身就爬上了阳间的龙床 因为婉姨救过她 加罗不好说什么 也只好默默忍受着